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由懒人听书原创为您录制的有声小说 王牌计划 作者 玄土 本集播音 吴天 第二百九十九集 赛菲斯睁着一双胸光闪闪的小眼睛 仔细地打量了一下 觉得那鸡肉组织似乎味道很不错的模样 直接甩了一勾过去 将一块鸡肉组织给拉到了面前 直接张开血盆大口 啪唧啪唧大吃了起来 墨绿色的枝叶是四处飞溅 这屠夫偏偏觉得那是津津有味儿 好吃 吃完这一块之后 看起来竟然是意犹未尽 又垂涎雨滴地吸韵着粗笨的手指 这一看之下 观得是回味无穷啊 被捧在钢铁骨架上的拉克的头颅 那是双眼暴征啊 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这招 这最后的必杀计 竟然会被 被人用嘴给破解了 拉克在心中 这首哀嚎着 怎么了 这他妈什么怪物啊 眼见得自己舍弃了人类的身体布下的阵势 被屠夫风卷残云一般吞咽入腹 这家伙现在已经是欲哭无泪了 银大美女见到有机可乘 顿时挥舞着银色闪烁的长斧 在空中勾勒出了一道弯跃似的呼线 三道银色气劲飞旋展出 只取行动不灵的拉克金属骨架 这是众人的眼前一花 一道彪悍健壮的身影竟然已经出手了 林银秀的武器技能 晶莹的眼泪这三道光波 竟然是被直接击成了漫天的荧光 这板齐梁终于出手了 他一脚将这拉克远远的踢开以后 先前围绕着他的六名蓝衣搂搂 这才软软的歪倒了 他们嘴角都溢出了血 而这个男子垂目握拳 浑身上下都放松了下来 站在原地淡淡地说道 现在废物已经滚蛋了 你们谁先来送死 深冬的夜晚 寒风凛冽 天空中似乎有着许多眼睛 在不停地闪烁着 迎头一看 星光满天 星星闪闪 亮亮晶晶 天空成澈的似乎无一丝杂质的黑天鹅绒一般 深远辽阔地展现在了整个视野里 呼的 又流星自长空划过 于这笔色上勾勒出了一条 欺然庞陀的长血 那些远处高楼上的霓虹灯 此时依然在惨淡地照亮着 嘿 身上此目的红光 已经渐渐地收敛 只是偶然间闪动一下 一如无声的电 像是愤然而不甘寂寞死的 在这无尽的夜当中 亮了一亮 愤怀地给予人以强烈的凄凉静止的感觉 从目前来说 他与八神之间的战斗 是两败俱伤 各有胜负 两个人此时可以说是打得相互之间 有攻有守 均是处于军事 只不过黑力现在是心知肚明 自己其实已经是落于下风了 原因很简单 自己在来之前已经对八神的技能特点作战方式 进行过仔细的研究 可以说是了弱之掌 而八神对自己却是一无所知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旦自己的进攻方式和习惯被彻底的摸清了之后 那么打平 其实就是败了 八神在十余米之外凝立如同雕像一般 第一手垂木 只有手心当中的紫色火焰在跳跃燃烧着 这个强悍男人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在面对着汪洋大海 南侧深浅 对于K来说 他已经深深感受到了一种强烈而似曾相识的危机感 因此 他静了下来 完全的静了下来 他逼迫着自己不去想其他的东西 而有的时候 交集是一种动力 但是更多的时候 性急却只能坏事 毕竟 欲速则不达呀 两个人僵持了半晨 K以右足为轴 缓缓转动 环顾四周 他全身如同紧绷的弦一般 叙事待发 他实在是不愿意再等了 他也不能再等下去了 时间拖得越久 那么对自己就约是不利 K的手中忽然间红眼燃烧 他一脚踢在了火团上 一线赤色的火焰是瞬间飞射而出 面对敌人的发难 八神此时有很多种方法来进行应对 直跳 前跳 翻滚 不过 逃避 素来都不是他的本性 八神正要激出一团紫言 将面前的能量波索中和 他忽然间去想到了 若我是K 那么面对此时的恶劣局面会怎么做呢 一念即此 八神立即选择了最笨但是最稳妥的方法 硬挡 这样做虽然也会受到伤害 但是胜在提前一步就做出了防御的动作与准备 即使对手发出什么诡异强劲的后招 也不至于受到太大的伤害 八神丰富的战斗经验 这就使得他逃过了K的陷阱 K在踢出那一道红艳以后 立即伸手入怀 直接从怀中取出了一副宽边的黑色墨镜 不过他却不是用来戴上的 而是向着八神飞抛了过来 这副墨镜在空中划出了一道平滑而悠然的轨迹 在人的视线当中都留下了清晰的残像 墨镜抛飞的轨迹相当之刁钻 由上而下平滑飞过 若是先前八神为了应付那一线飞射而来的赤色火焰 跃起潜滚 甚至是发出同样的飞行能量波暗勾手 将之平和 那么他都将逃不掉这个飞抛过来的墨镜的触碰 K一只手揣在了裤兜当中 圣哥人略微攻着背 缓缓地向前走了几步 随之隐没在了黑暗里面 整个人似乎都溶解了进去 当他重新出现的时候 恰好是墨镜砸到了有所防备的八神身上的时候 墨镜瞬间破碎 八神的身上历时被涂抹上了一层血红色的光芒 K就开始发动了疯狂的进攻 连八神这等强者在他的面前 感觉也像是一夜处于暴风骤雨当中的小舟 随时都会有轻浮的危险 K的进攻方式 无有的令人联想到了巨型的贾特林重击枪 疯狂地喷射着强烈的火蛇 仿佛是水银血地无处不在 在瞬间竹筒倒豆子一般将所有的子弹都倾泻了出来 这双手前身猛然击出 八神浑身上下都燃烧着火焰被打飞了出去 重飞了两辆汽车 发生了连续的强烈爆炸 而这一招便是K的第二招S级技能连锁驱动 K长长地呼出了一口长气 手心当中的火焰要为之一息 但是就在他精神松懈的时候 面前的熊熊大火当中强烈地爆炸 忽然间冲出了一个浑身上下 还燃烧着紫色火焰的人影 前倾的身体大向前冲刺了过来 那感觉就像是一头狼 蒙然间扑向了自己所感兴趣的猎物一般 K为八神身上所携带的那种一往无前的可怕气势所致 竟然是不自觉地向后退了半步 他双手握拳一时之间竟然对八神的冲逼而来 有些措手不及的感觉 八神并不出招 只是高速奔跑着接近于K之间的距离 也不知道这八神的下一步行动究竟是什么 但是他越不出招 在无形当中给对手的压力那就是越大 K此时还处于使用了S级技能的惩罚当中 因为他此时也是打定了主意要防守反击 好歹也要耗到自己恢复的时间到来 八神冲刺到K身前的时候 忽然间突兀地跳了起来 K一看之下心中大定 已经是台币续静护住自己的上三转 可是八神却在空中依然不出手 而是他这一跳直接跳到了K的头顶上 而从具体的方位来说 已经算是跳到他的身后了 这时候K才忽然间想起了八神的一招 十分诡秘的本能武术 能够从背后攻击敌人造成混乱的招式 外式百合斩 八神在空中一个难以想象的角度诡异出腿 是一脚逆向踢在了K这毫无防备的背上 K顿时眼前发黑 八神已经是冷笑着一脚前卡勾住他的左腿 同时右手搭在他的肩头上 发力将他的整个人都拉出了一个弧线 给甩脱了出去 K亮枪后退 浑身上下都失去了自主的能力了 这一招是消风 八神安如影随形的紧贴而上 右拳打在了K的下巴上 紧接着左手闪电一般坦触 在他身体上抓出了一条不深的伤口 然后使沉喝一声滑步前中 身上泛出一阵使用精神力的蓝光 双手合拢成锤由下紫上呼啸着甩击而来 K被中击以后脸色顿时就发青了 第二季后续招式却又紧接着连席而上 第三下这八神已经整个人都跃扑上去 双手合拢成锤由上紫下轰在了K的头部 这便是八神的绝技 百二十七式奎花三连击 K就被直接中击飞了出去 撞在了旁边的一处房屋上 落地以后就仿佛溶解在了黑暗当中 消失不见了 他现在已经是奇招进出 就连两大王牌S级技能都进出了 依然是奈何不了这八神 而八神的S级技能八智女尚未使用了 何况还有能够凝固时间的三神级八九杯呢 所以说他此时若是不走 那么只怕等会想走都走不掉了 而八神之所以还要保存实力 那便是因为他已经注意到了远处的空间变化的异度 当然还有那个一直都想着向自己挑战的家伙 板齐梁 林大美女等人已经被板齐梁给完全击倒 高傲的板齐梁根本不屑于杀了他们 只是将他们全部都攻击地失去了战斗能力 便直接整树象征着空手到最高段位的黑色腰带 双目紧闭 莫力当成 物求要以最佳的状态来迎击八神安这个大敌 义学当年被击败的奇耻大乳 但是战场当中还有个拉克存在着 这家伙长长的头发如同蓬松的失踪一般 随着沉重的钢铁骨架身躯移动着 在空气当中做出了波纹一般的荡鸟 他的眼睛当中像是那种吃多了死似的野狗一般发着红 红的弱是欲滴血一般 之中含着的恨意仿佛能够让空气也为之焚烧了起来 拉克直接用锐利的钢铁骨骼 激入了奄奄一息的屠夫的肚子里面 将他的内脏都扯了出来 屠夫痛苦而不甘地吼叫着 但是被板旗梁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他 已经没有任何反抗的力量 拉克将屠夫折磨到体无完肤之后 直接一爪子抓破了屠夫的咽喉 暗红色的血肉血管呈现出来 缓慢地蠕动着 拉克残忍地怪笑着 右手高高举起来就要发力 击下去将这屠夫活活杀死 可是这一拳却是砰的一声 打进了另外一个人的身体里面 这人却是工匠夫 血怒激射 这个萎缩怕死的家伙 却得此时扑到了战友与伙伴的身上 拉克这一击却是身板单薄的工匠夫 无论如何都无法承受的 瘦弱的身体被一拳击穿 于是不摔也杀死了屠夫 接下来就轮到你了 拉克破损扭曲的钢铁骨架上冒着火花 他一摇一拐凝笑着 妄想竭力喘息挣扎着的林大美女 你这个该死的 胆敢破坏我身体的剑活 方明大口大口的喘息着 屠夫与工匠夫的死亡 给他精神上的冲击是巨大的 这两个人不仅仅是他的奴仆 更与他有着水乳交融的紧密关系 并且还有强烈的负面作用 欲死的疲惫与完全乏力的感觉 呼喊着占领了他全身的所有细胞 就连身体上挤出伤口的疼痛都已经被完全忽略在了一边 他看着脚下 缓缓旋转的黑色空间 还有那闪烁着的星辰 有着一种头重脚轻的眩晕感觉 忍不住亮枪一下 扶住了旁边的墙壁 山鬼动用B级黄金道具把纸径和营造出来的这个平行空间 也并不是无中生有生出来 而是直接从当前的世界里截取复制 因此脚下的黑色旋转的空间闪烁的星辰 乃是精神力感应下的视觉效果 这个平行世界里面的真实地形 其实也是在东京街头林立的建筑物当中所营造出来的 以之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